112年节奏与之梦 文化健康站成果展 暨益检公益活动 日前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盛大举行 由华丽市四个文件站 以及拉拉爸职贡队超过百人 分别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那么其中也有安排一连串的精彩演出 让老大人们的好心情 全都写在脸上 部落文化健康站的长者们 分别站上舞台带来一个个精彩表演 而外头还有琳琅满目的手控作品 有精致的钥匙圈 笔记本 木雕编织包等等 这是日前在台湾原住民族文化馆 盛大举行的 112年节奏与之梦 文化健康站成果展 暨益检公益活动 那今天你们看到有很多的展示 其实都是我们的长者 老小孩们 他们平时所做的手作都非常的特别 特别在我们今年的袁克嘉年华 那有足以闯关的伴手礼手作作品 都是由我们五个文件上所提供出来的 他们让长者他们今天非常的开心 透过健康槽 透过他们的展演 他们说他们要活到老学到老 你们看到我们今天的长者 特别的越老越健康 而且是在地老化 这也是我们园民会重大的政绩之一 我们也谢谢我们花莲市公所 我们卫市长非常的支持今天的活动 花莲市是个文化健康站 超过百人分别带来一个部落的学习成果 现场除了安排乐团演出 啦啦吧自工队也特别到场 为长辈们进行议检 而老大人们的好心情也全都写在脸上 那这边要感谢我们的园民会 然后花莲县政府的原民处 那花莲市民代表会 以及我们公所的 我们原型客 江进型客长 我们其实都在为族人努力 我们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文化 我们都会持续的保留下去 那在文件站的部分 我们会持续的来给予支持 最后也希望 我们在外打拼的游指 未来也都可以回来看看我们的老大人 那我想我们会把老大人顾得很好 那有时间有机会 就一起来参与我们部落的一些事务 长辈们在课程中 亲自手作完成的各式编织图腾 颇受好评 希望借由这次成国站 给予老大人们提高自信 展现自我的舞台 往后也让更多人 欣赏到传统编织工艺的魅力 记者徐立晴 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